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出席一個活動致詞時說 社會不斷轉變 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單靠政府不足夠 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官商民三方協作 例如成立攜手扶約基金和兒童發展基金 結合各界的資源和力量 建立互助網絡協助有需要的市民 據日說 在2008年成立的兒童發展基金 目的是要為弱勢社群的兒童 提供更多個人發展機會 鼓勵他們養成累積資產的習慣 培育積極的態度和正確思想 減少誇大貧窮 而國際獅子總會210個兒童 就是基金先導計劃第一批參加者 他們得到配對公款 獲得安排參觀企業 計劃將會在3月結束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榮生